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进行讲解关于麦子商城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制作实现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OK,那么我们这一节呢,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用户登录界面的设计 用户登录界面呢 那么从宏观上来看哈,这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哈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可能有的同学呢,会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背景图 然后呢,在这个背景图上面呢,再放一个表格来实现的 那在这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呢,这里并不是一个背景图 而且呢,如果我们在商业网站开发的过程当中 如果使用大的这个图片作为背景图的话 反而呢,对我们的这个页面的浏览速度,它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仍然使用的是啊,DAV加CSS的一个啊,这个布局结构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那么这个是如何来进行拆分的 那对于这个登录的这个模块而言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它分为上、中和下三个部分 下面呢,这里呢,这里呢,仍然是一个这个圆角的图片 我们也可以呢,通过这个截图的方式呢,来进行获取 然后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 左边、中间和右边 那这里呢,再把它放入这个相应的DAV 然后这里呢,这个DAV里面呢,可以放一个表格 但也可以不放表格,这个都可以 然后这里呢,再放一个DAV 再放一个背景图片啊,然后作为按钮 OK,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么宏观结构呢,仍然是上、中、下的布局 代码实现呢,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呢,写了一段这个框架代码 这是一个大的盒子,DAV 然后呢,这里是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边呢,这里呢,给它放背景图 下边呢,也是一样的,方便领图 中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左、中、右 OK,这三个部分 好了,我们一起呢,通过代码呢,来进行实现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实现的这个页面 这是利用JCreate的一个验证框架来实现的 好,那么这里呢,这是上一节实现的一个基本功能 大家下来呢,可以呢,自己呢,再去看一下 去实现一下这个页面的基本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上一节实现的这个页面呢 进行一个简单复制 然后复制以后呢,再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就可以做成我们这一节所需要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是登录 OK 登录,那么我们拿过来以后 首先呢,我们要修改几个地方的代码 这个是 登录 然后这个是注册 我们也把它改一下 新用户 注册 这个呢,是登录 登录 好了,登录呢,这里 首页 这里呢,我们把它改一下 用户 登录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个登录 这里呢,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封表单当中 因为这里呢,我们点击T2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会可以跳转到对应的页面 这里呢,通过 比如说Action Action 就是通过Post方式进行提交 好了,这里呢,我们暂时呢,不管这个 我们只管前端的实现 那这里,如果我们从宏观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呢,把这里把它分为 把它分为这个上中下 这里呢,是一个DAV 这个DAV呢,我们可以呢,再来从宏观上把它分为上 中 下 三个 容器 然后上边呢,我们这里要给它放一个DAV 中间呢,放一个 再放三个 再放三个 好了,那么这个是 上边和下边呢,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背景图片 首先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图片的素材 这里呢,有Imagines 打开我们的Imagines 好,那么这个Imagines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我们已经剪辑好的一些图片 那么比如说这个LoginA1,LoginA2 这是关于Login的一个这个图片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图片呢 鼠标放在这儿,然后看下面,615乘以29 615 OK,那么这个是它的高度和宽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引入它的背景图片 URL URL 去找到 这个Imagines 里面呢,有个Login 的这个图片 OK,LoginA1 好了 这里呢,我们一起呢,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效果 当然呢,这个它作为主容器呢 我们可以让它去中 这里刷新 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让这个页面 这个容器 这里给它定一个 这个style 同样的 这个宽度呢,我们给它定义 615个像素 然后呢,高度不 啊,这里呢,不用给它定义 然后它的这个 给它设置于居中 满井 满井 满井,比如说上下50个像素 左右 自动 这里呢,它就可以呢,进行居中 显示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OK 那下边呢,一样的 我们呢,把这个呢,复制过来 复制 然后这个把它改成LoginA2 的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呢,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啊,效果呢,就出来了 那么中间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效果图 OK 那么中间这里 应该是有一个 背景 啊,一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效果图 效果图,麦子学院的啊 这里 下个图 Login 打开 注册页面 啊,这个登录页面 OK 那么这个 这里呢,有一个浅灰色的背景啊 那么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一个这样的背景啊 或者 后边再加也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呢,放了三个DAV 那这三个DAV呢,我们一次呢,需要给它设置宽度 还有了它的浮动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面 诶 这里呢,大家注意了 这个应该是放在这里啊,这上边的这个 下边呢,下边呢,应该是放在这里 然后 这三个DAV呢 我们分别呢,要给它设置一个浮动的效果 Float left 复制 OK Float left 然后,第一个 这个是中间这个主体部分 它的宽度 我们来看一下 去找到 这个效果图 找到这个素材啊 我们的项目制作 这里面呢,就有 Login 这个是 143 乘以 80 Vidus 143 PX Hat 啊 80 PX 这是 左边的这个 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Background UIL 去找到 这个 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怎样的效果呢 现在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 因为这三个呢,我们都给它设了浮动 那么下面这个呢 它现在为什么出现这种效果 它就实现 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浮动的一个延续性 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儿给它加一个CleanerBoss 就清除上面浮动带来的影响 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就出来了 OK 那么中间呢,我们可以呢 大家可以看效果图 那这里 可以让它再往 向右 向右 再移动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呢 给它设置一个 MARGIN NEFT 比如说100个像素 然后中间这里呢 我们再来放一个简单的表格 这个是允许的 因为我们这里呢 要实现与数据的一个交互 那么数据的交互呢 通常呢,我们是 需要使用表格来 不绝 不绝 好了,那么这里呢 有个用户名和密码 这里 这里输入 用户名 密码 用户名呢,这里 放一个 Input Type Text 然后 密码呢 这里呢 Type呢,这里可以使用 有一个专门的密码框 叫PASSWORD 大罪了 那我们上一节呢 在讲这个注册的时候 这里呢,也应该 使用这个密码框来实现 当时呢 当时呢,我们 没有使用密码框 主要是 方便 我们在测试数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好了,我们现在呢 使用密码框 那这里呢 那就可以基本实现 然后右边 这个 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 放一个 Imagine 按钮 可以放一个Imagine 按钮 或者放一个A标签 A标签 HREF 然后链接到哪个页面 然后进行验证 它链接的时候 它链接的时候 它可以把这个 两个里面的值取出来 然后呢 传到这个页面 然后进行验证 这是一种基本的 验证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 可以给它 放一个SRC 去找到 这个 按钮的图片 登录 这个是106 乘以63 好 那么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 Width 106 Head 63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效果 是怎样的 然后呢 再来进行一个微调 好了 那么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我们应该让它 放在两行显示 所以说 这里呢 应该一个TR 这里呢 一个TR 那么我们把这个 格式化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第一行第二行 然后呢 再来刷新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就出来了 那么至于它背后的这个颜色 好 它应该有一个浅灰色的背景图 那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在 这个 DIV里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哈 Boutground 或者呢 你这里呢 可以呢 给它加一个 大家注意了 这个颜色呢 一定要协调 颜色一定要协调 颜色一定要协调 否则呢 它这里可能就会 这个 应该加在 加在 加在这里 加在这里 把这个颜色 把这个颜色 这个 左 中间 右边 应该是夹在这个 DIV里面 或者给加个背景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效果 是怎样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我们还需要 进行一个调整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 简单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 注意哈 刚才去掉的时候 把这个 Float去掉了 现在给它加上 加上以后呢 还有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背景 这个 background 给它定一个color 就可以了 那这个颜色呢 该怎么去取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呢 通过这个fairworks 可以找到 打开 打开它呢 以后呢 我们可以这样一个取色桶 点一下 点一下呢 然后这里呢 就会有这个 颜色 的这个值 那我们把这个值呢 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度 高度呢 这里呢 是63 图片63 这里80 我们呢 给它加上一个height 80 或者90 都可以 80呢 应该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刷新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登录的一个 基本的 一个页面的实现 那么 根据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一般就是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新用户 请点击注册 密码忘记呢 请点击这里 它这里应该是有一个 对应的链接 那这个呢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呢 把它加上去 这个呢 我就不再多讲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点击登录的时候 它应该有个验证 首先呢 这个前段的验证呢 肯定是不能为非空的 不能为空的 所以说呢 这里我们可以 结合我们上一节 所讲的这个 这个注册的 这个效果的实现呢 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加上 大家注意了 嗯 那么我们把这个 css样式啊 这几个css样式 给它拿过来 复制 注意了啊 这里是有的啊 因为这个页面是直接复制过来的 这个呢 不需要了 然后呢 这个form1呢 有个啊 这个dament ready form1.1data 就是调用了这个 decreate里面的这个验证的函数 form1呢 是一个表单 那我们这里呢 需要啊 给它加上这个表单 才可以呢 实现这个验证的功能 ok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在这儿 啊 在这里 放一个form form表单 啊 或者呢 就小范围的 就放在这里也可以 啊 form 哎 这里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按钮 啊 这个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是上 中 啊 这个是 下 这个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容器 我们呢 可以放在这儿 form form 然后呢 这里给它定一个ID form1 当然这里呢 我们要把这个图片把它换成一个按钮啊 按钮 才可以 那这里把它换成input type submit 那这个submit呢 那这个submit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cdc的样式 style 可以给它定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呢 我们就用这个图片的宽度 height 一样的啊 使用这个图片的高度 还有呢 就是背景 background url 这里呢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图 登录按钮 那么我们这个A标签呢 这里呢 暂时把它去掉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ok 它这里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 提交 有个默认的value哈 value呢 我们设置为空 ok 那么这里呢 也就是说对这个按钮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基本的设置 给它加上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图 好 点击这个form1 然后触发啊 这个表单的验证 那么这里呢 要实现验证呢 这里需要给它加上一个class required 我们把这个给它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来看一下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必选字段 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按钮呢 和我们效果图里面的按钮呢 是有点区别的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border border 设为none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节呢 就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用户登录 这个界面的一个基本的实现 那么这种像圆角的这种 啊 模块的布局呢 在我们啊 这个dv加css当中呢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 在这里我们啊 给大家也实现了这个用户登录的一个前段 验证的一些基本功能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呢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实现其他的相关页面的一些基本功能 我们这一讲呢 就先讲到这里 呃 那么各位同学呢 可以下来先把我们这个前面啊 讲的这些知识呢 一定要下来消化一下 好 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可以呢 再下来再一起讨论 好 下一节再见 谢谢